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朗读的文章是 《也谈四十不惑》作者梁小生 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 那么我劝你们,重新认识他们 这是我对你们的善意的忠告 否则,他也许不再是你当初认识 所自以为永远了解的那一个男人 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内容肯定发生变化 四十而不惑,孔子的话 后来几乎成了全体中国男人的专利 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大抵都习惯自诩到了不惑之年 不惑的含义指向颇多 功名利禄 哪一方面 不惑无非是看得淡薄了,想得透彻了 用庄子的话说 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之过细 忽然而已 不惑 当然并不等于什么追求皆没有了 而是 只追求开始趋向所谓自我完善的境界 在品行 德性 节操人格等方面 不是绝不是 从来也不是一切的男人到了四十岁左右 都是到了不惑之年 人家孔子的话 那是说的人家自己 原文或者说原话是 五 十有五而置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欲 不欲拒 五 非无门 四十而不惑 交符合孔子自己的人生阶段特点 人家孔子对自己的分析还是挺实事求是的 四十而不惑 对于一切三十而立的男人 起码而立之后 权力欲 功名欲 不再继续膨胀的男人 和虽并未而立 但始终恪守 靠正当的方式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争取而立的男人 也具有较普遍的意义 杂技俱理上 片中是这么概括人生的 人生十年约幼 学 二十约弱 惯 三十约壮 有势 四十约强 而势 五十约爱 扶观正 六十约齐 直实 七十约老 而传 八十九十 约貌 这篇古文对人生阶段的划分 与孔子的话就大相径庭了 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 后者言四十而适 到了理应当官的年龄了 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 就是说 对自己的人生价值 要有自知之明了 后者言 五十而服观正 到了理应掌权品的年龄了 孔子说自己六十而耳顺 就是说 对于别人的话 善于分析了 而有道理的 善于接受了 后者言 六十而直实 到了该有资格 命令别人的年龄了 一约四十而不惑 一约四十而适 两种思想 两条人生哲学 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男人们 几千年来 听的是谁的信奉的是什么呢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其实听的信奉的并非孔子的话 而是杂技区里上篇 四十岁当官 五十岁掌权 六十岁发号施令 七十岁以上 考虑怎样为自己而传 考虑盖棺定论的问题 如此看来 对于许多中国男人 四十而不惑 其实是四十而始惑 功名利禄 样样都要获得到 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 不或是假 是口头禅 是让别人相信的 或是真 是内心所想 梦寐以求的 是目标 是目的 我不知 杂技区里上的著说者何人 我想 当他活到今天 当看到了这篇短文 很可能会和我商榷 甚至展开辩论 他也许这么反问 孔子三十而立 四十当然不惑 更多的男人 三十有事 刚成家 不过刚有老婆孩子 根本谈不到立 不立的 怎么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呢 立 不就是今天所谓 功成名就吗 信思存之 可不也有一定的道理吗 中国男人们的人生阶段 就多数人而言 大致是这样的 十七十八 清华北大 二十七八 电大业大 三十七八 要啥没啥 四十七八 等待提拔 五十七八 准备回家 十七八 能进入大学 而至于学的 不过一小撮 大多数没这机会 也没这幸运 谁有这机会 就是幸运的 三十而立之后 还要啥没啥呢 五十七八 差二三年 便该退休回家了 短暂的十几年 老百姓花 一晃就晃过去了 又怎么能达到 不惑的境界呢 所以 四十岁左右 差不多成了 不论数什么的 一切男人们的本命年 一个坎 这个坎卖得顺了 则可能 是来运转 一路的顺将下去 而逝 而服官政 当这当那 而当卧权柄 而发号施令 于是地位有了 房子有了 车子有了 男人的人生价值 似乎也体现出来了 很对得起老婆孩子了 绝不能说 中国的男人 各顶各是官迷 但说中国的男人 到了三十七八 四十来岁 起码都愿有房子住 工薪高一些 经济状况宽容些 大概是根据充分的 怎么着 才能实现能达到呢 当官 几乎又是一条捷径 非常值得注意的 是那些 而至于学过 那些被认为 或自认为学而优的 那些因此被社会 做垂青 分配到 或自己钻营到了 权力场 名利场上的男人 他们在三十七八 四十来岁 要啥没啥的年龄 内心会发生大冲突 大动荡 大倾斜 大紊乱 甚至大恶变 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 生生动动 负于诱惑 负于刺激的 摆在他们面前 于是 他们有的人 真正看透了 不屑于 与那些坏思想 坏作风 同流合污 而另一些人 却照样学样 毫不顾惜自己的品行 德行 节操 人格 运用被正派人 所不耻的手段 见风使舵 溜须拍马 趋于凤盈 献全媚士 落井下石 抢导众人推 拉大棋做虎皮 气节图利等等 以求而适 而服观正 由被指使 而指使 女人们 如果你们的丈夫 不幸被我言重 正是那等 学坏样的男人 难道你们 还不认为 你们应该 重新认识他们吗 也许某些四十来岁 和四十多岁的男人 会十分愤慨 会觉得我这篇短文 近乎诽谤和污蔑 那便随他们愤慨吧 而我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是现实生活提供给我的 在我周围 曾与我有过交往的四十来岁的 四十多岁的某些男人 他们的人格和心理善变 裂变 蜕变 恶变 往往令我哑然 不得不重新认识他们 于是我同时想到了他们的妻子 和某些女人们 常为他们感到可悲和忧虑 女人们 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 总之是有必要的 不但要考察他们 在你们面前的家庭中的表现如何 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 在家庭以外 究竟是怎样的 正在变成怎样的人 在他们学坏样 还没学到 士康吉米的程度时 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 使他们不至于 像舔熊掌似的 将自己作为男人 更为宝贵的东西 都自行舔光了